你好,歡迎收看6月4號大花蓮地方新聞,我是呂慧 花蓮縣文化局主辦的玩意列車 112年逸文體驗系列活動 4號下午前進新陳腔 這次登場表演的節目是怪盜神偷 由聖保羅魔幻劇團來製作 結合了戲劇、魔術道具 還有互動魔術的大型兒童魔術劇 落實了藝術生活化 更讓藝術可以融入鄉親的生活當中 今年花蓮縣文化局共邀集了9個表演團體 走進縣內7個鄉鎮 帶來20場精彩的表演節目 其中還包含了6場體驗工作坊 鄉親都能夠免費入場觀賞 讓到場的孩子都能夠豐富生活體驗 更能夠讓孩子從小接觸不同的表演藝術 開拓新視野 哈囉,現場的大朋友們小朋友們大家 五彎跟大家好 嗨 嗨 大家好,大家好,大家好,好有精神喔 人勒 那這樣好了,我們先來錄製 我們讓朋友們有幾個問題 好 那小朋友們,你們知道左門是誰嗎 我們是誰 沒錯,我們就是來自掃增金王國最厲害的警察喔 沒錯 好 那在考慮上面有幾個問題 好啊,要問什麼問題呢 嗯 小朋友 知道我們的警察會是什麼嗎 好 好 那你們要跟你說回答 你們就可以獲得小禮 可以嗎 成立八年的保羅 魔幻劇團 是一個以魔術為主要的演出內容表演團體 此次為花蓮帶來大型兒童魔術劇 怪盜神偷 玉角娛樂 合家觀賞 故事劇群描述一枚能夠帶來無限財富的神奇金幣 長年被存放在藏寶箱內掃根金國王的警察與怪盜 為了搶奪神奇金幣 展開了一場鬥趣又刺激的金幣爭奪戰 記者臨結新城鄉採訪報導